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文学跟电影的关系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你喜欢悲惨世界大横小传 那你应该不会错过同名电影 即将展开的台北文学月影展示 逢法国作家菊哈斯的百年诞辰 影展会选印很多部他的作品 其他还有很多文学改编的精彩好片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策展人杨元凌 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元凌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讲到菊哈斯 其实很多人认识菊哈斯 是从情人那部电影开始看他的作品 没错 我其实坦白说 这虽然有点不那个 但是就是我自己当初会爱上菊哈斯 一开始也是因为迷上了 就那部电影太美了 那个梁朝伟的屁股 不是梁朝伟 梁家辉的屁股 实在太惊人了 那那部电影因为那样子 所以开始见识到说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 然后才就是那时候小时候嘛 然后才开始认识 原来有一个这样的作家 然后他自己把自己的人生 全部写进书里面 自己又拍电影 对 其实他自己有说过 他的人生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真实过的人生 一个是他笔下的人生 书片的 对 所以我们这次可以从月影展里面 稍微窥探一下这位作家的生平 其实我觉得这今年真的很高兴 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向我的女神致敬 那我一直觉得其实菊哈斯 可能对台湾的观众来讲 可能是书或者是改编电影 是比较有名的 但事实上可能 其实他在法国在欧洲被认识 是一个所谓的作者 这个作者真的是像是 右手拿钢笔拿笔写小说 左手真的就是拿摄影机拍电影 他指导的电影其实很多部 而且每一部在不管是影像的实验上面 或者是电影美学上面的那种复杂度 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觉得很棒的也是 就是说菊哈斯 其实也是从法国新浪潮开始 跟雷奈高达这些导演一起发展 那他的电影或者他的文学变得 到现在来看已经变得是密不可分的了 其实袁林刚刚讲到很多菊哈斯的精彩作品 还有其实今年月影展 你也选了很多好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年的月影展有什么精彩片段 就该是你 好 再来 需要 开飞 做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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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看你一定有多久了 好 你必须要做这个事 企划他们的故事 企划他们的故事 企划的美食 企划他们的故事 企划他们的故事 举哈斯年轻的时候很美 在看影片的时候 有一定跟我说 你看他即便很老了 都是这么美 对啊 我觉得那个美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因为书迷的关系 可是我书迷已迷 我真的觉得举哈斯 是一个很美丽的灵魂 那样的灵魂 就是创作 就是我们会这么爱他的作品 其实也是他非常的诚实 在面对自己 从以前的文字创作 到后来用影像来自我剖析 或者剖析那些所谓的情欲 然后个人的内在 就是因为他非常的诚实 他把他的灵魂 所有的丑陋的 就是每个灵魂里面的那种 焦躁不安 或者是遗憾痛苦 都透过他的反应跟书写 都变成是美丽的了 那也因为他的 这样的诚实的面对 所以我们透过他的作品 就变成你看到那个灵魂的光辉 所以这次在这个影展里面 有很多部他的纪录片 对 然后我觉得这次很精彩的是 像是有刚好他不同时期的纪录片 然后可以听到他自己来讲 比如说早期的游几部是 也是找到跟他合作非常久的一个 现在已经是法国大导演 班诺贾克导的叫做 《举哈斯之写作》跟《青年飞行人之诗》 那这两个纪录片虽然是纪录片 但是其实也是根据举哈斯的著作 来做一个根本 他自己谈写作 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回到原来的书里面 是他书写关于写作的概念是什么 到了影像上变成他来谈 他来举证 他来测那个讲一些例证 然后也有这种就是说不是那么专注主题的 然后是比较完整的去呈现 这个女性作家 这个奇女子 她的生平 像是举哈斯奇人骑士 你就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虽然可能不像早期那种 情人的时候的那种少女的美貌 但是你以他眼神里面的那个光芒 还是非常的迷人 听说在举哈斯奇人骑士里面 有比较多举哈斯自己的居家生活吗 比如说什么他厨房用油哲学这种的 对然后我自己其实这部片的时候看啊 我反而觉得我觉得很有魅力的 已经不在于说他对着镜头讲些什么 而是他就静静的在那边可能望着桌上的纸发呆 然后那个时光在他脸上流逝 然后你看到这个人老去了 但是他的那个思想的澎湃度跟影响度还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影展我自己觉得很高兴的 就是说我们除了阅读看到文字上的留白之外 我也看到影像上就是说他的生命的片刻 就那个片刻透过我看他的这一个记录 我也参与到了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是我们是在记录他庆祝他的百年名单 但是那个当下他对着暗头发呆 他想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见证了我参与了 其实他自己也当导演对不对 有两部片是他当导演指导的作品 对他其实自己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把书写跟影像创作融为一体的人 就不管是拿钢笔还是拿摄影机 都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创作跟就是都是一种书写 所以他的影像作品这次我们找的像是印度之歌是非常有名的 他把他自己的三篇短篇小说融为一体 然后透过音画的不同部然后讲述很丰富的故事 所以那个层层相扣的故事就是像是给了我们一个密道 去进入到吉哈兹脑中的关于记忆 关于想象关于女性的情欲或爱情的哀叹的各种不同的故事 这个概念其实到最后每个人的阅读 不管是从电影还是从小说都可能有一个你对于所谓真相的认识 可是这个就变得是电影也不是只是给你一个答案而已 而是给你一个关于那个时候 关于这个案件的可能性的各种面貌